你好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 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咱们这两天讲的清准战争 也就是大清国和这个准杆尔韩国之间的战争啊 要是啊从这个黄太极和林丹汗那算呢 那可打了一百多年 哎即便是从康熙这算起啊 那也打了好几十年 它是一个漫长的战争 这准杆尔韩国的利人大汗 和这个清朝统治者呀那也是 撸胳膊挽袖子的干了好几辈子 有人说那讲这故事 那你有没有倾向性啊 我当然有倾向性了 说实话呀 我没有民族的倾向性 首先呢 我不是蒙古族 那我也不是满族啊 说实在呀 这两个民族呢 和我这个民族啊 那都曾经有过亡国灭种的恨 哎不计较不计较啊 那都是曾经咱们民族内部的矛盾 我就特别不待见那些呀 勾结外部势力 来祸乱民族 祸乱中原的人 您就说这嘎尔丹吧 他勾结这罗刹鬼子 哎也就是俄罗斯人呢 他曾经几次试图 把这个俄国远征军 勾到蒙古草原 参加他与清王朝之间的战争 这杀俄多鸡贼呀 他们可不想啊 直面的和这个清王朝 制造矛盾 制造战争 但是他们还想从这里边 得到最高的利益 所以呢 就在背后暗地里支持 嘎尔丹 除了兵以外啊 剩下的钱粮枪炮 一律提供 这嘎尔丹呢 得到了这个沙俄鬼子的资助 所以才像凸尾巴狗一样 在广大的蒙古草场上啊 浑横浑横的 康熙三十六年 那年啊是一六九七年 这康熙皇帝啊 曾经三次御驾亲征 终于把这嘎尔丹呢 赶到了一个叫做科布多的地方 这科布多在哪啊 科布多地区啊 现在分几国管辖 哎 他是分属啊 蒙古国 中国 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 哪个国家都占一点 哎 所以大概为这您一想 您就应该知道在什么部位了 哎 差不多呀 就是记把尖那个地区 这嘎尔丹呢 兵败至此 看着自己啊 手下不到百余人的这个部众 按旗按鳖呀 还就病倒了 病倒了 还就在这病死了 哎 有人说是病死的啊 也有人说不是 有人说呀 是兵败之后心灰意冷 都畏惧天朝大军的逼迫 所以说是畏罪自杀 我想啊 到了最后时刻 这嘎尔丹心中所怨恨的 那并不一定就是康熙皇帝 那应该是谁呢 我想啊 一定是他那个好大侄 就是策望阿拉布坦 因为这嘎尔丹呢 每一次在前方和这八旗兵作战 策望阿拉布坦呢 都会跑到伊犁河谷 去掏他的老巢 第一次啊 也就是1688年 康熙27年那回 这策望阿拉布坦呢 就趁着这杆尔丹 攻打这卡尔康蒙古 然后又和巴其大军 熬战于克什克腾奇 这个功夫啊 这策望阿拉布坦 跑到了伊犁河谷 杆尔丹的老巢 不但抢走了牛马牲畜 挪走了牧民 还把这个 杆尔丹在家看家的妻妾啊 全部裸走 也不知道啊 他把这帮的婶啊 抢回去干嘛了 但是啊 他们好像啊 有这个收纪昏制 您放心呢 是肯定浪费不了 没过几年啊 康熙皇帝 二征杆尔丹 这回啊 好大侄 策望阿拉布坦呢 给他来个更干脆的 干脆就引大军 直接啊 占领了这个 杆尔丹的老巢 冻的这杆尔丹呢 一下子就成了 草原溜达筋儿 哎 没家可归了 哎 康熙三十六年 那年是一六九七年 这康熙皇帝 三征杆尔丹 杆尔丹呢 被逼退到科不多 死于科不多 这杆尔丹刚一死 就在转过年来 那年呢 是一六九八年 策望阿拉布坦 正式宣布 自己啊 继承大汗之位 成了这个 准杆尔韩国的 又一任大汗 哎 您就没点疑问吗 那么为什么 这康熙皇帝啊 在正面战场 对这杆尔丹 发动进攻 这后方啊 又会被 策望阿拉布坦 这位好大侄 偷袭呢 我想啊 不用我解释 您也能明白了 这策望阿拉布坦呢 和这康熙皇帝 哎 他是勾着的 康熙皇帝 自要是一出兵啊 就会派人 去联系 策望阿拉布坦 让这个策望阿拉布坦呢 在后方采取军事行动 成两面加工之势 要说这人呢 他别在绝对权力之下 哎 一旦这个人掌握了绝对的权力 他野心就会膨胀 这策望阿拉布坦呢 从小就是成长在 他叔叔 杆尔丹的阴影之下 就因为啊 他这个敌出的身份 按说他爹僧格死后啊 就应该他继承大汗之位 只不过呀 那两个树出的大爷 想借机呀 谋夺他们家的汗位 这才让这个杆尔丹呢 钻了空子 让这个和自己父亲僧格 是同父同母 同样敌出的六叔 做了这准杆尔大汗 可是呢 随着这策望阿拉布坦 一天一天的长大呀 这杆尔丹就觉得呀 他对自己的汗位 是个巨大的威胁 因为按照蒙古的法统来论呢 那这杆尔丹 根本就没有可能继承汗位 继承汗位的 就是策望阿拉布坦 那有嫡子在你 凭什么胸中地脊啊 那完全应该是 父死子祭 这才啊 逼得这个策望阿拉布坦啊 出走一离 跑到这个 波尔塔拉河附近呢 贫瘠的草场游牧 这下好了 和这个大清皇帝联手 终于把自己这可恨的六叔啊 弄死了 自己呀 堂堂正正取得了汗位 按常理说呀 就应该沉浮于大清 踏实实的过自己的日子 他不接 哈尔的句话 绝对的权力呀 带来的就是绝对的欲望 很快呀 这策望阿拉布坦 心里边啊 也产生了 统一整个蒙古的心 不但如此啊 他还垂涎于西藏地区 其实对这件事情 我挺纳闷的 咱们现在都知道 这西藏雪域高原呢 资源充沛 当然了 为了这个保证西藏的环境 我们现在对西藏的开发 也是非常谨慎的 我们现在呢 也只能做到逐步的 用一用水利资源 可是那会儿 除了种青科和幽牧以外呀 看不出那地哪儿好来 为什么几代蒙古大汗都想着要入侵西藏呢 哎呀 我真是纳了闷了 后来呢 有朋友点播我说呀 因为这个蒙古猪不都信奉这个西藏的喇嘛教 所以呀 他们都认为 这个宗教圣地呀 必须要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因为我也不是教徒 再往生了也理解不了 所以说呀 暂且吧 我认为这位朋友啊 他说的对 这话儿啊 就得说到这1717年了 那一年啊 是康熙的56年 这策望阿拉布坦呢 就派这个他首席的一员大将 这员大将是谁呀 叫大策林敦多布 他派这个大策林敦多布啊 从这个伊犁河谷出发 就攻占了拉萨 把这拉藏函子给弄死了 并且呀 在这个卫藏地区还建立了政权 这一下子他都是趁了院了 之后的故事啊 您就清楚了 1718年的时候 也就是康熙的57年 清帝国从四川出兵 入西藏 结果呀 这批兵啊 被这大策林堵那儿啊 一通垮抽 最后我这一群四川来兵啊 是全军覆没 这就有了这康熙59年 康熙皇帝 册封十四辈子允提 为亲命服务大将军王 在正院督军 又晋升 年庚瑶为四川总督 是负责后勤保障 三路发兵出兵青海 这些故事的细节啊 咱就不用太过交代了 因为啊 咱们在九子夺狄那篇的时候 就已经讲的够不够的了 再讲这个乾隆皇帝的实权武功初期啊 咱们为了捋顺一下 这乾隆皇帝和这个准杆尔之间的矛盾关系 咱们又把这段历史啊捋了一遍 所以说啊 这前后两位亲命服务大将军 一个是允提 一个是年庚瑶 他们是怎么打的青海啊 咱们在这啊 就不展开了说了 总之啊 这仗是打胜了 到了十月十六 干净利罗翠 这大侧灵敦波部啊 带着兵就逃走了 剩下的残兵败将啊 也就是四五百人 搭了这脑袋 提了这枪啊 哎 回到了准杆尔部 这大将军王允提啊 趁势追其一股 做气就打到了乌鲁木齐 咱们都知道啊 要不是这康熙皇帝驾崩啊 哎 这准杆尔啊 可能那次就被灭国了 这一转眼就来到了雍正年 这雍正年的时候啊 1723年 那正是雍正皇帝刚登记 雍正元年 这策望阿拉布坦呢 算是领教了这个 天朝王师的厉害 但是啊 他又垂涎于这个佛国西藏 看着血域高原 不是自个的地盘啊 他就难受 于是啊 自己啊 他不能成为那的领袖啊 他要扶植一个傀儡政权 于是啊 另外的一个老朋友啊 他又来了 谁 哎呀 萝卜藏三增 哎 您说的叫萝卜藏三增啊 也行 还是那句老话啊 这横人呢 总有恶人魔 这回的恶人是谁啊 哎 年庚瑶啊 心命抚远大将军 年庚瑶年的将军 在青海啊 把这萝卜藏三增 又是一通的摩擦 于是啊 很快 这青海的萝卜藏三增之乱呢 也平息了 这会儿的 策望阿拉布坦呢 他已经掀不起什么大风浪了 并且呀 两面夹击 这南边呢 大清国对他虎视眈眈 这个不赖大清国 你要不找事呢 这些个事 都何至于发生啊 再一个呢 就是北面的俄罗斯 这俄罗斯啊 看样子 对付这个准盖尔韩国呀 是想趁你兵要你命 早在这康熙61年呢 就以这个俄翁科夫斯基 为首的一支远征军呢 逼迫策望阿拉布坦 让他们呀 臣服于沙俄 虽然呢 以这个大侧陵 敦多布为首的 众多的这个大臣呢 都反对 与这个沙俄走得太近 因为啊 他们心里明镜似的 那帮孙子 是既不仁呢 又无异 翻脸呢 比翻书还快 说话还不如放屁呢 怎奈呀 自己现在实力不强 所谓是人在矮颜下的 哪能不低头啊 这策望阿拉布坦呢 也只能是两头都搞着点 坑坑吃吃 暗期暗别呀 这日子呀 熬到了雍正五年 有这么一天呢 这大汗阿拉布坦 喝了碗凉粥 吃了块凉白薯 上边打了个凉格啊 下边放了个凉屁 死了 于是他的儿子 嘎尔丹策灵 就地继位 成了这个 准嘎尔韩国的 又一任大汗 这才有了呀 这策灵中兴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 昆仑流石 喜欢的频道 还请您关注点赞 并转发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 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